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AI生图 那我要介绍这个是Adobe的Firefly 可以免费注册使用 免费版一个月有25点 那各位如果连到Adobe的网站 adobe.com.tw 那点右上角这边登录做注册 好,点进来咯 点进来以后就使用你的Google账号 所以Google账号就变得很重要了 点进来以后呢 第一次要做注册 点选你的Google账号 好,这个不用翻译,因为是中文的 好,来,这个XX先关闭 这样就进来咯 进来以后呢 再点右上角的九宫格 就可以进到这个Adobe的Firefly Firefly是萤火虫 它是线上版 所以电脑不用安装 第一次注册完再点这里 就进到这里来了 好,那我们来体验一下AI生图吧 那各位看销,在这个地方呢 它有几个主要功能介绍一下 第一个可以输入文字帮你产生图片 第二个可以做修图 好,来,那等一下我们先文字输图片 那老师要打什么字呢 一开始使用AI生图会很困扰 你可以点选图库的地方 那图库这是用Firefly做出来的效果 你看见吗 那你可以点任意进来 譬如说滑雪皮过来 它告诉你 哦,这个图库的效果是输入这个一条隐形的小路 穿过这种奇形怪物的植物 来,我点开来 点开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别人的语法来改 好,我们这导演就略过了 那这边呢 Adobe Firefly我觉得这个设定值全部都中文 而且呢 这边有很多很棒的东西 那等一下呢 就依照这个提示词一条隐藏的小路 这里 外星黑暗的外星色 你看见吗 那选项是超现实光影的 老师,这在哪里设的 好,在左边这边呢 左边上的设定值这边很多 由上往下看 这边就有一大堆 那我们先不用做了 我直接点试用提示 点下去 它就帮我们做了 AI产生图片有个特色哦 一样的提示词 见出来效果都不一样 所以你想产生跟刚刚相同的图片 都很困难耶 不过呢 风格那个大致差不多 诶,你看一下不一样哦 那点开来看一下 你不觉得这图很漂亮吗 版权没问题呢 哦,如果要的话 点这里就可以做下载了 再继续点下载哦 来,那旁边点右上角点关闭 来,我来输入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 好,这时候我输入个中文哦 我换 我输入什么关键词 一个圆形的霓虹灯门雾 围绕周围环绕的茂密的彩色商物 产生,它就根据我的提示词 帮我产生图片 那AI产生图片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可以是夸张的 超现实的 那这边都很棒 诶,出来了 来,点开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放大来看一下 一个光环 哦,我觉得这个很漂亮耶 点这里就可以下载到我们电脑来了 OK吗 老师,我都要下载可不可以 点这里下载 四张图都可以下载 没有下载就没有咯 下载下来 来,我们先关闭一下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打 来,再打一下哦 猫熊 熊猫啦 Panda 那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呢 Adobe这个AI生存最大优点 它是可以输入中文字 不过你打任何中文字 全世界它认识100多个语言 它其实都会转换成英文 它利用微软的Microsoft Translator 所以打各国语言都可以 Panda 老师为什么不打猫熊 不好意思,我试过 有时候中文结语成英文会有误差 猫熊跟熊猫它翻译是不一样 好,Panda在哪里呢 在沙漠中 冲浪 我故意这样打 因为不可能猫熊不住在沙漠 它也不会冲浪 来,我点产生 这是我们在使用AI绘图最开心的事情 可以超现实 可以把想象空间打出来 我最近在看苹果日报 什么地震讯息啊 那些图都AI生成的 所以在下提示词 让它出现就变得很重要了 这个就出来了哦 在沙漠中冲浪 再加个狂风暴雨好了 好,来 再一次哦 这些图不满意啊 产生 它就会把我产生狂风暴雨 因为只有沙漠中冲浪 这下我要狂风暴雨 哦,这边就忘了冲浪了 各位看见吗 哦,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 有时候它这边就是一直在调整 它解读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英文 来 所以有时候我会这样做呢 我们去Google翻译一下吧 打中文翻译成英文 交换一下 中文 左边中文,右边英文 好,没问题了 在这里看一下哦 这次我给它英文字 这是我个人经验 再生成一次 每次生成结果都不一样 那AI生图最难感觉到开心是什么 哦,就是这么有趣 哦,不过这个 哦,这边这狂风暴雨 对,来点开来看一下吧 你看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合适 OK,那如果喜欢 点这里就可以下载下来了 那这个就是AI生图 可以让小朋友感受到 那这Adobe Firefly最大优点 左边这边呢 你看一下 我可以设一大堆效果哦 可以看一下 一般的一些生图软体 这些都要打英文字跟它沟通 那在Adobe这边 我需要巴洛克风格 新艺术风格 这边幻想的这边一大堆 我曾经产生过一百多个 不同的猫雄的效果 这边 哦,这是Adobe Firefly最大优点 除了说给你中文 来,我这边要做动漫风的 当我打光那动漫风的时候在这里 还没完还没完 上面这边还有一些什么 样式参考浏览图固 我希望它产生像这种的Style的 好,等一下参考样式是这个 而且是动漫风的 来,我们再来产生 来,各位再来看一下哦 每次点下去就用掉一点 每个月有25点 那如果你张用完 再次你张用完 这次的猫雄是完全不一样了 这看起来是不是就很有feel了 浪还在这里呢 哦,这张就很棒了 点这里就可以下载下来了 这个 好,允许下载多个档案 我们就可以下载到我们店铛来 再看一下哪一张合适的 哦,这张看起来不错 狂风暴也是没有feel 所以呢,下关键是 那在Adobe这边有提供一些 现成的这些样式 或者是效果让你套用很棒 而且还可以调整什么 相机的角度啦 光线啦 仰视辅士等效果 所以我觉得以教学角度来讲 Firefly非常适合校园教孩子 AI生徒的一个软体工具 来,就请各位试试看看吧 感谢观看